人到中年最大的结 就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也有共同的相似点 比如人到中年 突然在婚姻外遇到了今生至爱 深陷其中的人 总会为自己辩驳 错止错在 我的婚姻不幸福 我婚姻中的另一半 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可是这世界上 就没有完美的人 也从来没有完美的婚姻 有的只是两个不完美的人 相依相服 一起慢慢变好 人到中年 遇到所谓的今生至爱 不是缘分 而是劫难 人到中年 遇到异性这样对你 是劫不是缘 要谨慎 人心是复杂的 人心思辨 是人性的特点之一 一个人一生中 不会只对一个人心动 或者只爱一个人 而中年人的感情 往往经不住 琐碎生活的敲打和考验 这时 如果碰巧遇到了一位 让你心动神谣的异性 难免会走神走心 就像电影《狼桥一梦》中 人到中年的全职主妇 在家人外出的四天里 遇到了摄影师男主角 然后怦然心动 只是 是故事还是事故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就像狼桥一梦的女主角 最终因为难舍家庭 而选择了放弃 人生有出场顺序 人到中年 如果在婚姻外 对其他异性 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不管当时多么动心 结局往往都不会太美好 就像一位作家说的 放不下的婚外的爱情 往往只有一种结局 那就是失去伴侣和家庭 谁都无法杜绝在婚后 遇到心动的人的可能性 但人生的每一种选择 都有代价 有一位婚姻咨询师 毫不客气地甩出一句话 不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时候 看起来特别像爱情 所有的热情背后 都是利弊权衡 婚后的心动 也免不了俗 男人追求女人 大多是为了性 女人配合侧应 多数也是为了钱 所有冠冕堂皇的情与爱背后 都是等价交换的声音 就像一位作家说的 是真爱你就不要婚内出轨 先离婚了再说 而对于婚姻中的另一半来说 这更是一种劫难 婚后的心动 无论看起来多美 都会给另一半带来 实实在在的伤害 比如歌手王征 在遭遇丈夫的婚内出轨后 长久陷入痛苦和自我怀疑中 无法自拔 她曾经试图原谅 然而等来的不是浪子回头 而是变本加厉 天下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啊 妇女 她在微博上对自己的呐喊 让所有人都莫名的心酸 中年人最大的劫难 不是遇到谁 而是遇到之后 不懂得清醒和克制自己 在主持金星秀时 金星说过这样的话 结婚后 你还能遇到今生至爱 都是故意地引诱和贪得无厌 你缺点东西 你不满足 也有一扇窗是打开的 如果那扇窗关上 你们遇见的可能性就很低 婚姻是一场两个人的修行 在这场修行里 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夫妻双方对婚姻的敬畏 努力提升契合度与舒适度 敬畏婚姻的神圣与责任 做好自己 活在当下 唯有如此 婚姻才能在幸福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人生到了中年 感情的选择变得更加重要而复杂 我们渴望有个合适的伴侣 与其相邪走过岁月 共享生活的喜悦和困惑 然而 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异性 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人 他们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困扰和痛苦 让人感觉结不是缘 曾经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感情困扰 当我认为他是我生命中最合适的人时 他可能是我为朋友 当我希望与他共度一生时 他也许只是将我当作匆匆路过的风景 这种感受真的很让人心碎 仿佛被一把无形的剑割破了内心 但是 我相信 人生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所以 这种遭遇既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机缘 它让我更加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过程虽然痛苦 但它塑造了我的内心 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成熟和有智慧 虽然你可能会感到失望和困惑 但请相信 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异性都是相同的 人生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 未来的那个人 也许正在悄然接近你 我们不应该因为一次失败的感情经历 而对爱情失去信心 更不应该因为这次深深的伤害 而关闭自己的心扉 就如佛家所言 一切伤痛都是一种修行 这种伤害 其实也是对我们内心的磨练 它让我们更加擦亮自己的眼睛 去辨别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 真正适合我们的 或许我们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失落 但最终 我们会找到真正值得我们去守护和珍惜的人 所以 无论你现在是否经历了一段不被看好的感情经历 不要失去希望 相信自己的选择和直觉 相信命运会把最好的人带到你的身边 也许我们需要经历一场风浪 才能到达那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彼岸 异性如此对你 是结不是缘 但结不是缘 不意味着这是一场灾难 而是一次对我们内心成长的机会 只有经历过伤痛和挣扎 我们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 寻找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相信未来依然美好 因为我们拥有的不仅是经历 还有对爱的追求 相信自己的选择 坚持自己的幸福 并坚信真正与你相守一生的人 即将来临 结与缘 其实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它们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变得更加明智和坚韧 当然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纳未知的可能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走出低谷 迎接属于我们的幸福 相信自己 相信爱情 劫难过 源自来 在过去女人 很没有自由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 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 带孩子 女人要出门需要男人陪同 现代的女人 相对以前来说 也比较公平了 拥有自己的自由 但是 现在的女人却更累了 不仅仅要主内 在外的也一样要干 不仅要带孩子 做家务 伺候公婆 还要赚钱补贴家用呢 女人到了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女人既要忙工作 又要忙家里 此时身心疲惫 女人这个时候 非常的脆弱 夫妻生活 也趋于平淡 这时候 女人更要爱自己 女人到中年 不贪三情 不见三人 不说三话 不聚三会 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都是社会 给予的一些道德约束 虽然看起来比较苛刻 但是对中年的女人 来说是有利的 具体如下 第一 不贪三情 三情是指婚外情 朋友情 同学情 一 女人到了中年 心理和生理上 会有很大变化 丈夫又不在身边 如果经不起诱惑 发生了婚外情 将会使自己 一手经营起来的家庭 毁于一大 二 人们常说 朋友多了路好走 但是人到中年 就不要再贪朋友情了 因为贪情 你已经没有精力还了 三 同学情是最真挚的 但是仅限于学生时代 人到中年了 很多事情 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 所以不要指望 同学能帮你 第二 不见三人 三人指的是 庸俗之人 谄媚之人 小心眼之人 一 庸俗之人 其实也叫无聊之人 这些人喜欢四处打听张家长李家短的消息 然后添油加醋进行四处传播 如果经常与这种人接触 自己也有可能被他们所带坏 然后使自己也蜕变成庸俗之人 二 谄媚之人喜欢在人前说人话 人后说鬼话 表面上来看 他是好人 实际上是一肚子坏水 一旦与这种人交朋友 他就有可能在背地里出卖你 因此 远离这种人为好 三 有些人的心眼很小 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需要处处小心 要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他们 从而让自己感到糟心 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因此 最好别与小心眼的人交朋友 第三 不说三话 三话指的是 暧昧之话 阿余之话 虚情假意之话 一 不说暧昧之话 婚外情总是由开始的暧昧关系 发展而来对方 女过中年 对于这些暧昧之话 就该好好地拒绝 二 不说阿余之话 女过中年 更该有自己的见解 对生活 对婚姻都该是一样 三 不说虚情假意之话 女人总是爱说谎的 可是过了中年后 该成熟了 虚情假意之话 就不要说她了 说多了伤害彼此的感情 第四 不惧三会 三会指的是 献殷勤之会 陌生人之会 损友之会 一 不惧献殷勤之会 献殷勤之会 无非就是彼此的吹捧 女人这时候 如果被吹捧过头了 就容易没有主见 做什么事情都随波逐流 没有一点中年人 该有的成熟 二 不惧陌生人之会 现在很流行一些同城聚会 老乡会 明明是不认识的人 却愣是有那么的理由聚在一起 这些陌生人的聚会上 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其中 不免有一些心怀鬼胎之人 对你有多企图 女到中年 正是有情有欲的时候 很容易就发生婚外情 三 不惧损友之会 损友不可交 损友的聚会 更是不该去 一些所谓的女闺蜜 没事就凑在一起 不是商量着如何相夫教子 过好自己的婚姻 而是坐在一起 讨论着如何对付自己的丈夫 对付自己的婆婆 甚至如何经营婚外情 这样的闺蜜就是损友 像这样聚会参加多了 你就容易对你的婚姻出轨 最后被抛弃 总结 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还是要从中借鉴经验教训 成为经营我们美好生活的方法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谨记的 希望所有的女人 都能在四时成为一朵香气四溢 稳重端庄 雍容华贵的家庭之花 温润之花 女人在婚姻里极其危险的几种欣慰 要不想离婚就别再做了 在后台 收到过很多女粉丝的留言 我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 想买自己喜欢的衣服都不敢买 不然会被老公说 自从有了孩子 我再也没有考虑过自己 把所有的经历和金钱 都投到了孩子身上 因为和公婆住在一起 做什么都要看她们的脸色 类似于这样的女人 我见得太多了 大心底里心疼她们 但过程这般可怜兮兮的样子 也和她们本身有分不开的关系 我的身边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人 因为太会爱自己了离婚的 确实有太多好女人 爱家庭 爱丈夫 超过了爱自己 最后却两手空空 一无所有 听到这儿 可能有很多人要说了 一个女人在婚姻里 如果不付出之享受的话 日子也是过不下去的 是的 女人在婚姻里当然要付出 但不是过分的付出 无度的付出 只有把握好度的时候 双方的关系才能平衡 周国平说 一部分人把婚姻过成好的人界 一部分人把婚姻过成了糟透了的地狱 跟随着婚姻这个名词后的动词 通常是两个字 经营 开一家小食店 有手前打下手的伙计 也得有位在后处的厨师 搭配着分工 这家店才会经营得更好 一个人行不行 也行的 只是忙着这头顾不上那头 迟早有一天心态会崩 店也就经营不下去了 不如婚姻的男女 都多少明白这些道理 可身在其中 又偏偏控制不了 尤其是女人 在婚姻关系中 常常容易自然地 就产生这三种危险表现 一 付出无度 相比起女人做家务带孩子的这种付出 更要明的一种付出 是心理的付出 玉玉的老公和她结婚才三年就被判了 面对这个事实 玉玉的做法 仅仅只是不理对方一个月 最终在丈夫的好言好语下 她选择了原谅 女人在感情中 对方明明已经做了出格的事情 比如今天 她只是偷偷地存了私房间 当你知道后 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算了吧 明天她和别的女人聊天暧昧 你又一想 两人没什么实质关系 给她一点面子吧 如果这样下去 她会越来越过分 不断突破你的底线 女人在感情中 自己不能接受的 无论如何都不要妥协 幸福的女人 不论在任何方面 都不会无底线地付出 一段感情中 如果存在着太多的委屈 自然会心生埋怨 早晚有一天会走不下去的 女人在婚姻里 极其危险的几种欣慰 要不想离婚 就别再做了 二 没有事业 很多女人婚后为了家庭 放弃自己的工作 在家相夫教子 其实承担的非常多 一点都不比上班轻松 但是在男人眼中 这都是微不足道的 小吉的丈夫是大老板 婚后对方就明确地告诉她 不用她去工作了 只要在家做好家事就够了 至于钱方面 她可以随意支配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听起来很不错 但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思念 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很好 丈夫还是常关心她 说她辛苦了 但是两年过去 小吉就发现 自己和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方说的她听不懂 也不感兴趣 她能说的全是 东家长西家短的家务事 丈夫也觉得无聊 渐渐地两个人有了间隙 女人在婚姻里 极其危险的几种行为 要不想离婚 就别再做了 再后来 她的丈夫就背叛了 她气愤地问对方 自己在家这么辛苦 她这样做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吗 她的丈夫却说 你在家做做家务还累吗 和我相比 你的付出几乎等于零 听了这话 她一气之下离婚了 为了家庭 放弃自己事业的女人 都太傻了 到头来 所有为家里做的贡献 都是男人的 明明自己付出那么多 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反而成了她的包袱 真到离婚的那一天 女人就会发现 自己真的一无所有 三 委屈求缺 丽美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母亲一直告诉她说 女人在婚姻中要学会忍耐 她也是看着自己的母亲 这么多年过来的 也许就是这样 根深蒂固的思想 让她在婚姻中 也受尽了骨头 好脾气的她 偏偏遇上了暴躁的丈夫 对方一言不合就发脾气 严重的时候 还会出手打她 但是她都选择了忍耐 很多人都劝她离婚 但是她却说 我离婚又能怎样呢 再遇到一个男人 说不定还不如这个呢 就这样 她在不幸的婚姻中 已经将就了十年 离婚并不丢人 丢人的是在不幸的婚姻中 委屈求缺 女人们的隐忍 换不来任何理解与心疼的 你以为自己很伟大 其实只是在自我感动 对方根本不会当回事 反而还会变本加厉 人的一生那么短暂 没必要委屈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过得不快乐 怎么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呢 上面这些 伤害婚姻的动作 女人做得越多 越不幸福 婚姻就像是挑水 唯有保持平衡 才能不让水洒出来 想要走得长远 就多多思考 如何让两人的关系保持平衡 而不是想着自己该如何付出 所以说 要想把婚姻过好 还是需要一些经营之道 不然的话 总是用一些错误的态度 去对待自己的婚姻 只会让你的婚姻走向陌路 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你的婚姻是好是坏 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键是你要掌握正确的方式 才不会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卑微 或者说让婚姻越来越糟糕 人无完人 相看两不厌的婚姻 不是对方太过完美 而是互相足够有眼光 去发现对方好的一面 而不是你充满想象的那一面 婚姻是相互成就的过程 当你成为期待中的自己了 它自然也不敢落后你太多 会想办法去变成更好的人 不用过度付出 也不要过度依赖 更不要过度期待 最后用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句台词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 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你的幸福 从来不用托付 你稳了 爱情才能稳 婚姻才能稳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 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